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特别啊 我父亲就是一直在这个新闻界工作 他在大陆的时期的时候呢 也是在这个军报系统 然后到了台湾之后呢 在这个青年 那时候叫青年战士报啊 我父亲是青年战士报的第二任总编辑 然后到了公论报 然后我出生的时候呢 之后不久父亲就到了这个新生报 那所以台湾新生报啊 所以呢 在我的这个记忆里面呢 直到我父亲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 我爸爸呢台风天呢 都是上班的啊 所以没有那种台风架的这件事情啊 因为新闻工作嘛 那不只是这样 为什么我在台风天会特别的想到我爸爸 是因为 这个他在台风天 那你还是要上班啊 然后在大概差不多晚上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啊 我爸爸会到报社去 我爸爸是这个编辑台嘛 这个负责这个编辑台的这个事务啊 就晚上去 那风雨很大呀 那风雨很大 然后就我妈妈也蛮天 我妈也蛮天才的啊 我妈妈就会在这个我爸的那个鞋子上面呢 套个什么塑胶带之类的 其实那个套塑胶带其实并不安全 我觉得套塑胶带其实挺滑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爸就不穿个什么拖鞋啦 或者是说这个 就很容易嘛 穿个拖鞋什么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套个这个塑胶带 不 我爸不穿拖鞋的 这也很特别 我们小时候呢 住在这个新生报那个日本式的这个房子 那就是地板啊 榻榻米啊 那邻居的小朋友就是都会穿那个就是夹脚拖有没有 或者是拖鞋 我爸就不穿拖鞋的 因为我爸不穿拖鞋 所以我们也都不穿拖鞋 我爸觉得那是日本人才穿的 或者是怎么才穿的 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外省人的这个习惯呢 所以我从小就没有穿拖鞋 在家里面的时候 就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会光着 就是没有穿袜子 也会套个这个皮鞋 那 我们那时候早年的时候 大家的家里面的经济都是 我觉得也算不上小康啦 就是比小康可能大家都过这样的这个日子 然后很多同学就说 都是穿球鞋 穿布鞋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学期 一年一年这样子混 我也没有耶 我们就是皮鞋 就是虽然说这个四个小孩 我爸爸的这样工作也很辛苦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就每一年 过年的时候 就学期开始的时候 就会换一双新的皮鞋 那我因为脚很重 就是很会穿鞋 所以每次常常都这样穿个鞋 怎么一个学期就穿 就穿坏了 我妈都觉得我实在是太浪费了 可是我就是这样 就是没穿袜子 然后套个鞋 然后就啪啪啪 也就这样在外面玩 我爸就真的都不穿拖鞋 所以而且他在台风天上班的时候 也没有穿短裤的 就还是一样 就是那种西装裤 然后就鞋子 然后就套个这个塑料袋 真的没有因此而华 也算失去运气很好 那还有一次呢 是因为我父亲白天还在这个陶瓷工会 有兼差 要两份收入嘛 不然这个家里面 这个小孩那么多 这个收入这样 一份收入是不够的 然后那次呢 有办一个展览 陶瓷工会有办一个展览 我记得 好像还是在松山机场那边的 一个什么这个展览 那但是又就是因为台风 所以取消了 可是呢 我找了我的这个国中同学呢 去 那时候我们应该都读大学了 就去当这个 就赚公读费嘛 所以要去当 当这个服务人员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因为台风 那所以取消了 可是取消了之后呢 我爸爸还是要去现场 看一下嘛 那我就陪我爸去 那时候我们 我家已经住在 已经搬到 已经搬到 就是离松山机场 很近的这个地方了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子 冒着风雨 妇女两个人 就走走走走走 走到松山机场 也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啊 所以呢 每次到台风天呢 就会想到我爸爸 大家呢 希望台风天平安 然后没事不要乱跑 出去的话 一定要出去的话 要注意啊 因为主要是风打的时候呢 要看看那些 吹下来的树啊 或者是那些招牌什么 要小心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飞碟午餐呢 我们今天呢 非常的开心 在这个风雨天的时候呢 大驾光临 新党主席 一路民欢迎 主席 欢迎 大家好 我今天看到这个主席 来的时候 来这个 冒着这个风雨 来这个电台的时候 又感觉到就有那种 风雨雇人来的感觉啊 因为很久也没有 很久没有访问主席啊 也很久没有这个听主席 来为我们分析 这个政治事物了啊 你刚才开场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感慨的 因为你老太爷比我大两轮 对 我们都属龙的 你老太爷比我大两轮 大二十四岁 那么你刚才讲的老一辈的 确实不穿拖鞋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确实 因为什么呢 因为要了解 当时通常都习惯穿布鞋 所以他出去 当兵的时候 他们也都是打那种草鞋啊 布鞋的 布鞋的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不用拖鞋 尤其打叉的 打叉夹脚的 就那种夹脚拖 就日本人 对 所以第一个不穿这个拖鞋 那么您说了这些老一辈的 那我还是有点影响 我也受点影响了 不过没你老太爷那么大 你也不穿拖鞋吗 我通常也不穿拖鞋 不穿拖鞋 我要么就皮鞋 对不对 我不太习惯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龄 觉得你穿个拖鞋 没样子 真的是 没样子 对不对 规定不准的 就感觉起来好像 很没有 就好像没有教养这样子 就情愿赤脚 严格的 就是不穿什么拖鞋 不要光的脚 那么你说的穿皮鞋 那说明出来你来的还算 那个老太爷他们来的家教 不是家境都还算不错 没有我们那时候 我到台湾来是穿了小皮鞋来的 什么叫做小皮鞋 我那个小孩嘛 我那个八岁嘛 所以鞋子小嘛 所以过了半年我就不能穿了嘛 所以以后就变成没皮鞋 没皮鞋了 没皮鞋穿就穿球鞋 球鞋 对不对 布鞋或者是说 这个 那个球鞋 因为鞋子 鞋子比 衣服就能够一个穿一个 对不对 衣服能够穿一个 鞋子比较难 对 然后呢 就说我们 就我印象中 那个皮鞋 就我也并不是说什么 大家家境 什么特别的好 而是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父亲 他对于小孩 就是总是会比较 就觉得说要给他们一定的 一定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配备 我家有一段时间 这个就我父亲那时候 公论报倒了之后 那就就就 比较比较困顿的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还没出生 我们家有一个 就我爸爸也是从大陆 来台湾的一位朋友 一位吴叔叔 他也过世了 他特别的好 他都会在这个 因为我们家小孩多 然后呢 他都会在这个 过年前的时候呢 就先包红包来 然后呢 让我这个爸妈 可以帮我们买这个 买这些 买一些鞋子啊 买这衣服 就特别的好 因为你讲的这个就是 让我们感觉 那个年代 其实很值得回味的 因为吴叔叔叔 就一个人在台湾 那个家里的那种 那个感情 他不是像现在 那么淡薄 像老一辈的 因为您说到 到时候呢 送一双鞋子这些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父母到一定的时间呢 要么就过年前 那就衣服鞋子 那个彼此之间呢 我们从来没有去在意 一些要求什么 可是他们会主动的 来给我们 那我刚刚听您讲的是呢 我也很感慨了 就是说 现在我已经做主父辈了嘛 对 那我家里就是照我们 原来的家教一直 所以我们还处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有时候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他没有把父母 放在眼里 这点我们是蛮感慨的 因为再怎么样 这个上下两代 还有三代 中华文化能够传承下来 大家仔细去想一想 跟西方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有家 而且我们有家 所以有这个姓 因为有辈分 所以第二个什么辈 布置辈什么辈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追溯过去几代几代 可以追得到 所以中华文化才能传承下来 那么今天尤其讲到台风天啊 当然现在外面风雨不大嘛 转了半天了 然后放假半天 但是天气有台风 有各种的 我们的人生 也应该随时去想到 哪个时间很好 晴天 但是也有阴天的时候 对 而且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应该在这种天气里边呢 也应该去体会一下 想到好像更多一点 要体会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您刚才提的 我们都是从家里 台风天 没有谈政治 但实际上我们每天的生活 基本上脱离不了政治 没错 而且因为刚才这个育老 又提到说 他刚来台湾的时候 才八岁 然后穿个这个小皮鞋 特别今天九月三十号 明天就是十月一号 就是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的这个国庆 就说两岸分裂分制 这个七十年 谈到我父亲那一辈 然后就因为 我父亲比您大两轮 所以算您的这个副职辈 就我们的副职辈 然后到台湾来 然后第二代 第三代 两岸之间已经分裂分制 七十年来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我们的副职辈 他们所经历的那种两岸关系 到现在 它其实已经产生了 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个话题来谈起 因为呢 您在今天中国时报呢 刊登了 您写了一篇的这个文章 不要合同 就必须面对武统 我们从第一个话题来切入 您开宗明义就提到说 现在因为台湾 这个声援这个反送中 所以呢 大陆呢 连断了台湾的两个邦交国 您觉得这中间 有必然的关联性吗 有它的关联 而且这种关联性 将来会因为台湾的这种 表现的政策 它会正面或者负面的牵连 都会有 那我首先要说明的 就是我愿意讲真话 讲实话 但是我感慨的是 这个社会 不喜欢听真话 听实话 那么说台湾去支援香港 反送中 请问为什么有反送中 那是为你台湾好啊 香港人杀了人 到香港不要负刑责 所以人家根据这样的一个 国际的逃犯条例里边 他就补了加了台湾地区 所以反送中只是个借口 他真正是反中嘛 对 所以你今天支援反送中 第一个也名不正言 不是人家是为你好 你又有什么好那个呢 是香港处理的事情 就不要让台湾变成是一个犯罪 犯罪天堂 对 你不然都逃到台湾来 然后杀了人了以后就回去 没有任何 所以出发点原来是件好事情 可是被国际的外力也好 香港的本土的这些读的力量也好 借着一个反送中 其实是搞反中嘛 所以大家都去说 反送中 我请问 当时假设林郑行政长官 他当时说 好那你们讲反送中 那我就把大陆不摆在里边 你们要不要 我不晓得台湾怎么办了 能够说反送台吗 所以这是一个行政上的 一个小的一个转换 今天假设我 比如我是香港的行政长官 我说好 你们反送中 那么原因呢 我们一个条犯条例 有大陆 有台湾 有澳门 那好 你们反送中 我就把大陆呢 先摆在里边 请问你们要不要 那我请问还反下去什么 对 那他现在这些事情的 后来的这个发展 其实已经跟反送中 已经无关 完全没有关系 这是反中嘛 因为他的这个 他已经撤回了 他虽然不管他怎么样 不管他撤的是不是太晚 他现在已经撤回了 所以现在呢 其实已经是 已经是升高到 他要的是双普选 他要的是 真的是民主 难道台湾不应该 难道台湾不应该支持香港 双普选吗 不应该支持香港人 坚持一国两制的双普选吗 因为香港 是香港 台湾是台湾 大家都说 一国两制 香港一国两制 我已经说明了 香港没有一国两制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香港一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非要把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扯到台湾的一国两制 你不是自己也是 莫名其妙吗 是我知道 我的问题是说 好 他您刚才跟我们 厘清了 就是说他其实 没有反送中的问题 他只有反中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 撤回逃犯条例之后 接下来是香港的人 他要争取的是 真民主 普选 的这个双普选 我们不应该支持 他们争双普选吗 不是 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回到非碟午餐的现场 继续请教新党主席 郁慕明 欢迎回到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是 新党主席 郁慕明 郁主席在对于 两岸形势 国内政治上面呢 都有非常 独到的这个见解 从过去到现在呢 都是如此 那我们继续请教主席 就说 好 现在已经不存在 这个 反送中的问题 因为调法条例已经撤了 那您刚才很清楚的讲 反送中 其实不是反送中 而是反中 那现在就是 双普选的问题了 然后不应该支持 您不支持 或是我们不应该支持 香港民众 争双普选吗 我支持任何 支持民主自由的 这种要求跟活动 我都支持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很多活动 是借其名 而其实不是时期 行其时 怎么说呢 都是说普选 双普选 香港有香港的法治 对不对 香港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香港有基本法 基本法香港 依附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的行政管辖 最后还是中国大陆 那么香港本身的选举 他都有期限 他有限定的法令的 那么香港有议会 可以进行议会政治 议会政治 就像我们当年 当年台湾开始有吗 也没有啊 也是一步步进行一个和平的 那种议会的抗争 对 逐步的 可是我反对今天 香港在有些外力支持下 进行这种破坏社会的 这种的作风 做法 我是反对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台湾过去 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 也曾经发生过 那个时候在 街头抗争很多 在原来的这个中山北路那边 南路那边 那时候我们也经过冲突 可是台湾是成熟的 那香港现在的那种青年的 那根本已经跳脱 所谓追求双普选 追求民主自由 他是已经包括你现在 逃犯条例已经撤了 他现在的要求 那另外四个诉求 那林郑讲得很好啊 那条例我撤了 那其他四个诉求 那是法律问题 这个我对这个行政长 我认为他坚持这个法律 哪有说你违法了 在街头上了 这个丢汽油弹这些 然后什么事都没有了 因为他们抗争的是这个 中共中央 就是大陆啊 所以他们的对象 其实是大陆啊 就是他觉得你不给 你不给特区政府 这个不给特区政府 不给香港人民 这个双普选的这个权利 那我就要跟你争到底 这个就是东方人都是如此 我请问台湾在日本人管的时候 多乖啊 香港人在英国管辖的时候 怎么不争啊 多乖啊 奇怪了 当人家来管制你用强势压的时候 都听话 反而今天给你一些些自由了 你就要更大的 能不能在议会 在慢慢的体会民主政治 是怎么运作进行的 应该要协商 妥协 要透过议会政治 然后训练嘛 像我们这些 而不是就是直接到街头来对决 那个不是这个的 当时我们陈水扁是非常可敬的对手 彼此都是在辩论在这 所以台湾民众慢慢是成熟 比香港人年轻人要成熟的原因 是我们真的是经过一关一关的 没错 你现在香港今天一下子给你这么多权利 要是我反过来说 大陆算是有耐性的 大陆讲没有耐性 你不要一国两制 行 一国一制 你要吗 他可以收回啊 因为他把所有香港现在的这种发展情况 就算公主于国际社会 我相信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都不同意这样的暴力行为 那你完全是在反中 你就是现在所谓的要香港什么独立 香港这些的 那你的目的已经露出来了 那作为一个中主国的话 那大陆能接受吗 可是他们也主张 他们也分几个层次 第一个 像比如黄之锋 他们也说他们没有主张港独 他们要的呢 就是真普选 但是呢 他们采取的手段呢 就是像这个主席刚才提到 就是你要走街头暴力路线 然后完全没有妥协 要一步到位 还是你要进入这个议会政治 然后经过协商妥协解决 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民主才能够进程 他们现在选择的显然是一种 到目前为止 选择是一个不同的路径 你不给我 我就我就上街 我就上街 我就采取这些比较冲突的这个手段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说 是不是因为大陆已经把他们定性为是港独 有港独的意图 所以台湾的声援也会被认为是有台独的意图 就会变成是台独与港独河流 使得大陆方面呢 要去阻绝台湾的这种台独的分离意识 两股势力的河流 所以对台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手段 对啊 他不是单单大陆认为了 他是一个变成已经形成的事实 你觉得是事实吗 港独跟台独的会合吗 他没有他只是去声援他 不是声援 大陆的认知为什么会这么的 就是到这个地步 他就认为你是台独港独河流 你都有资料 他又都收集到资料 这不是我们那个吗 对不对 你自己我们的国安单位都认为如此吗 我们的国安单位都宣布这个吗 为什么呢 你的东西设备 你的人员 这些 我想我不去介入这个 我只要说 今天在 我是关心台湾的未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自己多需要经营 自身多难保 我们还有机会 还要用费力气去鼓动 去支持这些港独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 所以我才会这篇文章说 我们不要合同的话 那你必须要面对武统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有香港 有香港的行政长官 台湾有台湾的总统 大陆一样 习总书记 他还有14亿人民 这些人 他们人民的要求 哪天人民要求说 我非要拿下香港来 那习总书记要怎么办呢 大家假如都在动员群众的话 那我们的动员力量 绝对超不过大陆 那现在蔡英文就是在动员群众 蔡英文现在做的就是在动员群众 而且他的民调也越来越高 显然大家很接受 不是大家 而是有相当的 相当的民众 认为蔡英文讲的 这逻辑是成立的 就是说 今天 这个我们看到了香港的 这种情况 如果说 明年选出来的是一个 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人 的话呢 那就是会去 葬送台湾的未来 台湾就要被接受 一国两制了 台湾就是一个投降了 他现在 他当选才能捍卫主权 他很成功的运用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跟这个连结 不是因为他成功的 是因为他站了这个位置 他成功 今天他是当了家了 所以他的媒体上 他可以自己 去形成一股媒体力量 塑造出来 这样一个假象 那么今天说起来了 他这个民众认为这样 对 那我可以说的更清楚 假设 明年继续蔡英文当选 那可能 两岸的统一就更快 对 这就要请教这个主席 您为什么会有这么 强烈的这个急迫感 就说 不是我急迫 我是把事实说出来 可是台湾民众都不担心 不担心 他最后就是武统 大家觉得不会有战争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忍耐 大陆人民也忍耐的 在我假设大家 跟大陆之间 有网路上 有想我在今日头条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 网上的大陆民众的 他说谈什么谈 他还在怪我 我提台湾方案 台湾骂我 就急统提什么台湾方案 大陆的亡民还也骂我 他说你完全在搞环统 我们何必这么麻烦 一翻两瞪眼 谁怕谁 所以群众千万不要碰不得的 你一碰到了 现在人家那边还压住 假设他那边一开放的时候 太容易了 我说香港人也要了解 大陆一开放 一百万大陆人就跨过界 就到香港 你香港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人民要求 你说说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不能够被挑起来 不能碰的 所以我就一直苦口婆心 大家两岸要互相交流 然后彼此的因为交流会了解 了解以后就这种的可能性就会低 都有感情的 大家都是同胞都有感情 可是现在不是 香港在刺激大陆的民众 台湾也在刺激大陆的民众 你以为你是刺激习近平 不是时间久了是那个十亿人的 这个民众 你不要说挑两亿起来就不得了的 主席您 您因为这个 这些年来 对于两岸的这个事情 这接触涉入的很深 对于大陆这个高层的 这些的想法也很了解 所以我今天看您的这篇的文章 就是说这个不要合同 就必须面对武统的时候 我想要请教您就说 他不只是您说被挑起来的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就您的理解来讲的话 如果明年蔡英文连任的话 你觉得大陆会做出一些 什么样的政策判断 大陆民众 我先不讲大陆政策 大陆民众说 你们不要再等了 就我们不要再等了 要就话我们等不及的 2020一定要处理解决 为什么是2020 它的年限 对为什么会 但是习总书记 他的百一百两个一百年 这些包括大陆 在经济2025年 军事2035年 人家的规划时间表都有定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 大家两边相处的很和谐的 但是在大陆同胞来讲 我们要等到哪一年 不几十年等了也没有一点的 所以再拖下去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面对 武统 所以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我并不期待 我们希望武统 大陆领导也不愿意武统的 他只要在国际上 他慢慢的竞争力超越美国 他就可以嘛 他就是以他的那个 我们怎么跟他争呢 那我这篇文章的意思 这里边其实我一句话 没有出来的 我觉得你们假设要反对合同 没有关系 你就讲个方案给我 你们骂我说 一国两制 你们反对 台湾方案 我在集统 那好 那你想认为要台独 你就定个台独方案 一个负责人 是一个政治人物 是要承担永远的政治责任 你不能够在那里 骗来劝去 混来混去 混到你退下来 责任还是下一任来负责 但是老百姓是无辜的 那我们要给我们的下一代 要有空间 所以我要期待的 不管是哪一党的 你们对于我所说 新党说的不同意 没有关系 你们提出方案来 让人民来做选择 大陆要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这个武统的局面 可是您刚才提到 他有他的时程表 这个两个百年复兴 还有他的这个进程的这个问题 可他他也要有 他也要有理由啊 他才能够采取行动啊 就那蔡英文 假设蔡英文明年连任的话 他也没宣布台独 他也没有要走这个法律台独 他也不像陈伟扁一样 说什么要证明制限 那他他哪里 他拿那大陆 大陆武力犯台的借口是什么呢 法律台独已经是法律台独了 他没有法律台独啊 他没有制限啊 没有制限不制限不用 他已经具体的形成一个 我这就要 我这真的是要请教这个主席 到底到底什么地方 被大陆认定说 他已经是台独了 特刚全部把中国 因为王毅 因为王毅呢 前两天呢 他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呢 他是公开讲的 我看到王毅那句话 我有点 我有点 我有点这个 吓一跳你知道吗 他说呢 我有点 不是吓一跳 就我有点 胆战心惊的感觉 他说呢 中国大中国现在在面对的是台独要分裂 要分裂国土 哇 这个跟蔡英文 这个跟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上任 那个未完成的答卷到现在 哎 这个定性是认定他往台独要分裂国土 哎 怎么有这么严重呢 没有啊 他真的没有啊 没有 这个是 那哪里啊 这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没有 装作没看见 真的吗 台湾的课纲里边 台湾的教科书里边 把中国史都不去教 这个是完全分裂 灭其国 要王其国先灭其史 所以你等于你今天就是要把我分裂出 把台湾分裂出去 所以你在你的历史教科书里边 把中国的都变成西洋史了 那请问这还要怎么说啊 对吧 我今天装作没看见 我的同胞不接受啊 所以我担心的就是 到时候大家一个 一个民族意识抬头时候 全世界都在对撞 对撞的时候 那个民族主义高涨 那我说实在的 我们是比较吃亏的 香港你说他今天要收拾 他马上收拾 为什么证据都在 你在那儿丢汽油弹 你在那个 他一下就过来了 他这个 这个香港这个汽油 丢汽油弹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这里面 这大有文章啊 在之前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 他就把那个 汽油弹 往这个解放军的 那个军里面扔 这不就是刻意要挑衅吗 希望逼得对方出手 出手 他不出手 你看这个 就是大陆在这种应付 危机处理上 他是有经验的 他很冷静 他非常有经验 他很有战略耐力 那么我们现在 我在那里苦口薄心讲的呢 我就有一点我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今天可以公开的 我说不论哪个政党 哪个领导人 你们有什么做法 我们都可以去讨论的 我没有排斥任何 因为我可以接受 不同的意识形态 我尊重 但是你们要有方法给我们 让我们来评断的 对不对 你今天觉得我的不对 那你好 那你要告诉我的 我只要一个保证 我已经提醒你们了 不要 大家一定要追求 两岸的合同 那你们想不听 到时候面对 万一武统来的时候 你们通通列下军令状 窃窃书 一个都不准跑 你不要到时候 小老百姓倒霉 你们在演习 到时候飞机怎么走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不负责任到极点 主席这个实在是很特别 就所有像 像主席在内的 两岸问题的专家 都觉得明年 如果2020年 蔡英文连任的话 两岸的局势 就是危险紧张到不得了 就是会快统一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呢 可是你看 不管是联合报的 这个两岸的大调查等等 台湾的民众都不觉得 有这么危险 他觉得大陆不可能动武的 而且就算是他要 他要这样子 他未来 他准备这样做的话 他也会采取相对应的步骤 就是台湾还有时间可以拖 台湾还有时间可以等 而且呢 或许搞不好 连蔡英文呢 都这样相信 只要他明年当选 连任了 然后呢 美国老大哥呢 继续在背后这个撑腰啊 大陆呢 终究呢 要在这个强权 这个较劲的过程里面呢 你还是得跟他谈 他这个是不是太天真 还是说我们台湾人的胆子呢 太大了呢 我们先进一个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访问这个新党主席 郁慕明 其实主席他的这个 他的推演是这样啊 就明年蔡英文连任之后 我们觉得两岸有 武统的 被武统的可能性大幅提高 但并不是表示说 大陆呢会立刻对台湾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呢 他的相对应来讲 他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被被推升了 因为他大陆的民众也会有急迫感 你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也很难交代 你台湾问题 你都没有办法辞职 没有办法解决 你等于是他过去的 这个对台工作 这是归零 就台湾就走 对于大陆的民众来说 就越走越远了 好他不立刻 他不会不至于 不会立刻对台动物 那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让台湾感觉到 这个生存空间 各方面发展 都是窒息 所谓武统 不一定是武力统一 对 所谓面对武统 是面对那种的武力统一 可能发生的那种恐吓 威胁 威胁感 所以大陆不需要 真正的军队过来的 他现在的自由行这些 已经约束台湾的旅游业 这些的发展 现在台湾的景气 比过去差 这个是事实 那么你今天用补贴 什么方式 用其他的补不了的 所以是一个经济的差距 你每年还要靠几百亿的 靠大陆的那个 那个出操 贸易出操 那么当慢慢慢慢 大陆很下心来 两面守法 一方面 美国的川普当选继续连任 他们全不讲生意的 大陆在那方面 他有的花军费 不如那方面 给美国一些那个 那这边呢 紧缩你的 你马上贫富差距之间的 就会台湾内部本身 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川普很快 他连任之后呢 他要部署 他自己的利益 他很快就把台湾给抛弃 第二任 第二任通常都是比较敢做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考虑 国际因素 第二个 我们可以考虑的 大陆其实方法很多 他假如真正要做的时候 他只是要放放风声 说台湾同胞 欢迎你们了 到大陆来 待一段时间 那过了以后呢 你们再回去 他就要讲这个 我看很多人到大陆 是怎样 他准备要动武了吗 他没讲啊 可是这种方式上 台湾的明星会那么稳吗 到时候有钱的先跑 或者说封锁海峡 很多嘛 包括石油液化石油气的供应等等 这些 他只要稍微严格一点点 我们不希望如此 所以我就是特别提醒大家 只有和平统一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在和统不是今天就统 所以大陆人为什么要骂我呢 说你这个就是骗我们了 你是在拖延政策 你是搞环统 可是主席就说 民众会有一种心理 就是选民的心理很微妙 现在的两岸的情势的这种紧张 其实都是因为蔡英文造成的 因为他在两岸关系 他没有办法稳住局势嘛 可是呢 你要他们选择这个国民党的 他会觉得就说 我是不是在压力下面 要跟中国大陆屈服 我是在压力下面 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政党 就那种逻辑讲不清楚 就说国民党他也应该要 或者说新党他们也应该要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你选择这个国民党 或选择这个新党的这个主张 它是一个要让两岸和平 它不是一个叩头的一个政党 你讲得太对了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如何选出一个 选出一个能够稳住两岸局面 让两岸呢 有坐下来谈判机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党 这才重要 可是你可是现在都被说 好你要去谈 你那和平协议就是投降协议 这个就是那个 两制方案就是投降方案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 在这几年来 他所做的包装 让民众都看不见真相 那国民党怎么在 国民党也 这样喊班 也一样 也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次选举 我们新党要推人出来 推杨世光 第一新世代年轻人 你们都老人了 我推一个年轻人总不错吧 至少年轻人要有声音啊 第二 杨世光出来以后 政见上面可以宣扬告诉大家 我们走向合同 不是嘴巴讲 我们有些方式上的 比如对美军购 逐年递减 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军费 对吧 因为两岸关键是在于 和不和平 假设有和平 我们不需要每年两三千亿 花在这种军火上面 去买美国的保护 我们宁可改善两岸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对于这些的这个军费 省下来的可以做什么 大家都说 学生现在负债 大学毕业已经付了 学贷的借款 这些 为什么让年轻人 毕了业以后 还要有债务在身上 所以这些都是应该降低 给所有年轻人 不要承担这些责任 杨世光每一条都会出来 还有一条 我先都可以公布一下的 台湾在骗人 四个月的军训 你们去查查 到底训练什么 兵役 这些兵役 根本是浪费时间 大学毕业 学生还要等兵役 所以不能马上工作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 四个月的假象的 这种的这个兵役制度 停下来 让学生一毕业 就可以工作 不要耽搁他一年两年的时间 我们提 我们研究 因为我做立委也做了 我们研究各种的方式上 那杨世光就会非常清楚的 要表达出来 所以人家说你导弹 我说我不是导弹 我要让人民 对整个国家态势不清楚 借着选总统 让杨世光出来 非常明确表达 到最后 你们通通去投韩国语 我们都支持 为什么呢 必须要集中 杨世光不要分票 我们必须要集中 才会拉下蔡英文 所以今天问题是 杨世光能不能有机会 搞个制度 把我们限制了 什么要联署 联署很难 现在联署是在 很难 联署女修连都很难 不要说我们了 对不对 像赵尔康他们都帮女修连 我们也在外面拼命拉联署 反过来联署容易不容易 也很容易 为什么 新党我在这里呼吁 我们上一次有五十一万投我们的 那你上一次投我们的 这次不投了 没关系 总还有一半会投我们 这个愿意再投我们的 你们去帮我们连署一个 因为每个人把这些事情交给每一个人去做 那就比较成功 这是一个 第二 我们今天年龄 让他取得门票 对 把主张说出来 说出来 那你这个原来二十五万投我们的 每个人去帮我连一张 拉一张就就过了嘛 对不对 第二个 杨世光是新世代四十岁的 你们这个年龄的 你们能不能大家动员一下 让四十岁的今天列入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 过去没有 都没有四十三岁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年轻人让杨世光进去有机会参选 有机会参加辩论 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 我敢说各党都要把年龄降低 这才是一个制度 我们在努力的 不是单单新党在争取新党的权益 而是我们对整个选举走向大方向的规划 主席 您会不会觉得您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这个合同 过去在对抗李登辉的时候 因为他很他很清楚的在走这个 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一些 你们戳穿他的这个面目 还有点那种无道不孤的感觉 虽然受到很多攻击 那现在呢 你觉得合同 如果只有和平不好吗 可是因为大家有一个统 你们就被打成是 统是最后的目标嘛 你当和平两岸交流发展 你绝对不祸悉你就对了 不祸悉你的 而且不讲不走这个马英九那种什么 不统不独不不不不 这个做和平是目标和平是迫切的 和平是和平是过程统一是目标 和平是手段统一是目标 那你说过去我们对李登辉 那是国民党内部把李登辉的真相翻出来 那现在李秀莲就是在民进党内部 要把蔡英文的真相翻出来 这是很好的一个竞争 你说李秀莲走的就是毒嘛 不不管他 他这是民进党的那个 他总要把蔡英文的虚伪 要说出来 撕破 至于他什么路线 我们都尊重 那所以现在这个在您大声疾呼的要和平 两岸要和平 两岸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 你觉得您有什么话 要让这个台湾的民众看清楚 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局势 真的是如果说 我两句话最近也在报纸上有说过的 会是很危险 我说过了 我这两句话留给大家思考 政客是负责衣食的政治责任 政治家是承担永远的政治责任 我这这两句话给大家参考 太多的政客在我们周围 他们都是为了衣食 反正这一人做完了就没有了 留下来很多的困难的 都是留给下一任下一任下一任 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永远的 所以他必须承担永远的政治责任 所以民众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民 就是要看穿这些选举上面的伎俩 当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不断的捡到枪 却给我们再来更大的危机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样的抉择呢 非常谢谢新党主席佑明 谢谢 谢谢 谢谢佑老 优优独播放